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接近後 祝各位观众财源讲进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今年要就多找一些 在这里说节目现在 褐财现在跟MHQ合作在褐财转件内 原来猜不到你们有过千个客户 如果以香港现在 当然不用钱就没说了 如果要付錢那些有過千個客戶 我覺得很可喜 還有這千多個客戶我終於見識過了 因為你們上次在吹雞說我們搞年初那個2018年金股會 技術點體的趕坐 本來打算搞一場給你吹雞吹了三場出來 每次都有三四十人 即不是你吹雞力很強 謝謝 都是大家支持 吹雞力不會吹雞力 所以我們就合作了 MHK的節目 即我們投標韓人的節目 會在你們的軟件有一個 icon可以看到我們 即是你們的會員 你們的subscribers 你們的客戶 就會看到我們的節目 當然付費那些要另外付費 重溫也要付費 但平時第一次是free出來的 那些就可以看到 是 看不看就不要緊 因為你們那些客戶 其實真心說 用得你們都是要炒技術的 是 肯定是 難道只是跟你說 老闆跟我說 他接著有併救 不知道在新疆有煤礦 別玩了 不是那批人 是另一批人 起碼對技術工具有一定的認識 當然功力去到有多深的 就一人而二了 希望今年 剛才我們在咪後就說 今年還搞不搞這個聲明 如果我覺得第一季已經說了 如果用TA去計劃了全年的方向的話 我覺得未必可以再說 相反地 今年可能會搞另一件事 就是應該是四月開始 第二季開始 就會是我們搞CFTE班 即是我們CFTE 即是我們那個會 FTA會有CFTE的考試 即是類似CFA的考試 不過我們就有兩張卷 著族就會考讀卷一那些 其實我們的課程有28個項目 OK 將28個項目 全部斬檢 每個項目就會開一班 譬如今天想學道士理論 今集這個課堂只講道士理論 挺好的 今集只講平均線 就是講平均線 講了EMA EWMA 關於平均線的種類 譬如今天就講雲圖 今天就講雲圖 今天就講市場評論 就是比較深入一點 是逐個討論 逐個題目說 好 有些客戶都喜歡 聽一下這些 當然有些客戶都不會聽完 可能會選擇來聽 但每一個討論會比較深入一點 因為以前我們搞過初班和深初班 反正有一點點 你的朋友的背景比較參差 有些可能比較熟 有些可能比較熟 有些可能跟不上 有些可能跟不上 有些可能還不知道你說什麼 又不懂問又不敢問 就變成浪費了你的時間 當然如果你參加過以前我們這班的朋友 當然會有抵抗 因為當作是一個補充 遲些要公佈一下 遲些我和你坐下 我們說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 好 好 今天你好像霸財系統 自從上次你上來之後 已經有幾個月了 是的 介紹好像有些新的東西 以下時間交給你 看看有什麼好東西 好 首先麻煩KC 有機會我們霸財系統 可以說說我們的功能 今次我和KC都談過了 接下來幾集都會說說 智能選股 因為其實可能有些是觀眾 有時候見到KC選股出來 或者我們現有的客戶 其實霸財的選股 其實都有六十多種選股公式 而且一直會加上去 我那時候買廣告了 其實我的選股 就是由選股器 就是由霸財的選股器 來選出來的 謝謝你KC支持 我正在用他們的選股器 我今天會先概括 簡單講一下霸財這個軟件裡面 有哪些選股的類型 還有今天會講其中一個 其實每個類型裡面 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公式 我今天在如下這個時間 會先介紹一下 快點 你只有十五分鐘 走吧 麻煩你 電腦 麻煩你 大家都看到 在我們的PowerPoint上面 霸財系統智能選股裡面 是其中一種選股 就是叫做條件選股 在霸財裡面 如果條件選股來說 是一個TA 大家都知道 是技術指標去選股 即是我們已經加了形態的選股 形態選股可能有些 身為六甲 三連星 隨後的節目我都會講的 我們霸財裡面 選股裡面有九種的形態可以選 第二種就是均線型 即是平均線裡面 很多類的平均線去選一種股票出來 第三 形態 剛才說過 身為六甲 三連星 都會有 第四種就是成交量型 第五種就是升系型 這些可能外面 未有是我們霸財才才有的 另外一種混合型 可能有一些 一至兩種的技術指標 可以符合到條件去選一些股票出來 另外 自編型 可能用到我們Power Trader那些客戶 可以自己想 一些想法 可以編寫一些選股的公式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另外 超賣超賣型 例如RSI 隨機也可以 另外 趨勢型 例如MACD 其他類型 DMI 都會有的 好了 今天先說 今天的節目 會先說第一種 就是其他類型 一按下去 其實在霸財 軟件裡很簡單 在功能上 有一個叫做選股器 裡面有一個叫做條件選股 你選了那個之後 之後 就會出了一個這樣的 menu 其實都很方便 因為我們改良選股版面 一按在選股類型 一按下去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那麼多種類型 可以讓你選擇 之後 我會先說一下 例如選股的步驟 例如霸財的選股步驟 其實都很方便 第一 先選擇了你想要選股的公式條件 第一 第二 選股的週期 霸財系統裡 其實都很好 除了日線圖 週線月線都會做到 有時候KC也會說 可能要看長一點的週期 可能要用到Vity圖 我通常都是選股器 我通常都是用週線圖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分分鐘圖都可以選股的 例如60分鐘 30分鐘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另外 選擇版塊 版塊裡面 在霸財系統裡 已經有很多版塊 我們已經是預設了 你可以選擇 通常我自己選擇 可以試一下 選擇港股的主版 或者是藍籌股 或者是國企都可以 另外 選完股之後 就會放進一個櫃檔 譬如系統裡 可以下載 Default有500支棍 你可以自己改 例如200支 或者300支 都可以 通常我自己 就會找最新 找近一日出的訊號 執行選股 以及可以保存方案 例如一按下去 我圈住的就是 我做的一個方案 右手邊 就選擇了選股公式 左手邊 譬如選擇了日線圖 下面就選擇板塊 以及放進哪個櫃檔 另外 右下角 綠色就是 下載500支棍 再找最新的一支的訊號 執行選股 整個方案 可以保存下 譬如是一個 SafeLaw 可能叫做123 選股方案 下次再找出來 就會在那裏 這樣執行選股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先介紹了 我們第一種類型 就是其他類型 這個外面 都很少會有 霸財就會有 首先會講一下 我們有這麼多種 第一種叫做CT scan CT scan 我會講一下原理給大家聽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之前 有些炒股團隊 去寫一些這樣的公式出來 去找這些股票 另外 代曝 很多觀眾 或者我們現有的客戶 很喜歡找這些股 都可以做到 或者譬如創月的新低 或者新高 都可以做到 還有 譬如在下面那個 再創新高 或者再創新低的股票 都會有 還有升幾個%的股票 都會有 另外 有些人喜歡找 熱口 Gap up 向上 熱口升 或者熱口向下的股票 其實都可以做到 好了 接下來 第一種 就叫做F21 在我們的選股公式 叫做CT scan 其實有一個條件裡面 就是找出最新價 或者收市價 大過昨天的最高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就是 今天的最新價 是大過開市價 即是一枝羊竹 另外 昨天的開市價 就大過昨天的收市價 換之 這個條件就是 昨天才有一枝陰竹 今天出一枝羊竹 以及今天的開市價 是高過昨天的最高 裡面會有些效果 當然 我們很簡單 在其他類型 就選擇第一個 即是CT scan 選擇之後 就像剛才的程序 選擇之後 最終我們就會找到 一些股票 左邊 而右邊 我們就會出了 一個股票出來 會有一個CT 一個字 在之前 我們的團隊寫下 通常會找到 什麼股票 就是跌到低位 有機會做反彈向上 你看到之前 剛剛紅色圈著的 剛剛跌出來 就出了一個CT 這一堆股票 其實再之前 你看回 再之前的CT 剛剛是之前的浪跌下來 準備向上 就出了一個CT 他覺得這個效果 出來找到一些股票 其實都不錯 其實 希望大家的觀眾 都可以試一下 或者我先插開 大家看看它有沒有用 CT 可能你看到那個字很小 其實我看到 是我一手墊了這個位 對嗎 沒有錯 這個 這個 抓到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個很好 這個很漂亮 然後到這個 然後到剛剛出現了一個 對嗎 對 都不錯 好 之後 之後 第二種 叫做代爆scan 很多人都喜歡 找到一些股票 看有沒有機會去爆升 很多時候 我的客戶就走來問我 Jole 有沒有找到一些公式 可以找到 其實都有的 其實這個就是有三個條件 在PowerPoint裡面都有 第一個條件 就是連續三天的收市價 大於開市價 就是連續三支揚足 第一個 而第二個條件 就是連續三天的成交 成交金額大於一千萬 去Default就設定了一個這樣的 另外第三個條件 就是連續三天的成交金額 是大於二十二天的平均值 就是平均值 就是其實成交金額 好像Walliam一樣 也都可以計到一個平均值出來 連續三天都大於近一個月的平均值 他找一些股票出來 也都很簡單 一按下去 出來的效果 就會出了一個箭嘴出來 這個就是代曝 代曝 代曝裡面 近期找到一些都不錯的 你看到我圈著那些 其實它會有一個紅色箭嘴出來 代曝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你看到這個圖第一支出來 都不錯的 代曝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成交今晚是很多 突然間三角形 你看到一路向上 第一支 第二支 你可以做好參考 因為它是有成交 還有它的平均值是大於22天 也可以找到一些不錯的股票 因為其中的因素 有一個Walliam在 終於燃氣了 對 真的 捉了很久 接著再爆 沒有根部體度 對 要早點 找到你的功能 另外 第三種呢 其他形態 有一個叫F38 創月的新低 我們原本是22天 但是可以改的 譬如有些人喜歡 我們原本是一個月 有些人說 我想找近兩個月的新低 那你就要改回44天 這是沒問題的 按出來 就會搜尋出來 可能找到一堆左手邊的股票 右手邊的股票 通常會在這個月的低位 創銀的低位 因為我們板塊比較多 可能我們有一個叫期權板塊 可能有些 有80多隻股票有期權 那你就可以搜尋一下這些 可能找到一些 可能做投資 或者其他人都做到的 另外 第四種就是 F39創月的新高 即創高位 可以做到一些效果 可能見到 我找到一些股票出來 可能剛剛突破的 突破上去 因為突破上去 就是近這個月裡 最高的升得 你可以找到一些這樣的股票 另外 第五種就是 F40 再創新高的股票 譬如它已經是最上升 即是近三天 你可以改的 近四天或五天都可以 再做一個高位 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這樣的股票 可能剛剛開始爆升上去 這些是最好的 因為純粹以形態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通路突破 即是阻力突破 沒錯 再配合成功的上升 應該有一陣子會飆得很急 沒錯 這個分享很好 另外PageStand裡面 就是再創新低 這個要小心點 那些股票 一按下去 就是找到一堆股票 近二個月 再放下去 是的 這個股票比較弱 另外 我們再下來 就是 這個 第七種 就叫F46 升N% 當天 即是說今天 升多少個百分比 可能我的電費是升2個百分比 我一兩天就做了功課 我找了一堆股票 起碼也升2個百分比 我在左邊 這裏 是一個圈子 這是日線圖 日線圖 我發現到 去找到一些股票 當然是2個百分比 很多時候 就找到一些有突破 和有購入的訊號 就是看到 很多時候 客戶會問我 我想找一些剛剛出購入的訊號 其實很多方法 都可以幫到手 去找到一些 類似剛剛出購入的訊號 這個純粹是 今天有2%的升幅 這樣可以自己調教一下 明白 都可以的 另外 我們有這個 裂口升 裂口升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兩個條件 當今天的開市價 比昨天的最高 大於最高 即是在距離上去 另外最新價 是大於收口價 即是楊竹 很多時候 會裂口向上 也會找到一個 購入的訊號 圈在右手邊 這個 這個也不錯 其實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另外 加幅向下 就是當天的開市價 比收市價低 比昨天的最低 即是在昨天的最低 即是在昨天的最低下 另外就是今天是一支陰軸 可能一聲就下跌了 這樣 這個就是其中一類型 然後 都會有很多選股 即是剛才有八至九種的形態 我接下來的節目裡面 我都會上來 介紹一下 也會賣一些廣告 其實我們霸財這個系統 都歡迎各位觀眾 是免費使用的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打這個電話 因為我的直線電話 我叫Joe 是最高的聖州的 電話是3106-3188 Whatsapp就是我的手提 9132-6818 我亦都可以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網址就是 3w.stockonline.com 希望 日後的節目裡面 在環節裡面 我們都繼續 跟大家介紹一下選股 都挺有用的 挺有用的 好 可以回來了 好 其實剛才Joe 介紹的幾隻 主要都是形態 即是開始走路 突破 創新高創新低 類似有些市場寬度的概念 這樣非常之好 因為這些可以讓我們量度到 究竟是健不健康 即是創新高創新低的數字 最重要的是 我最喜歡剛才你說 突然間包穿一個型態的頂 阻力那個 再加上成交量大增 其實這個散減了很多 自己找的 你怎麼找的 那幾千多隻股票 對 你怎麼找的 所以一個軟件 能夠按一個按鈕 只是去做 大概是 分兩分鐘 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即是 隔正 我正在用的 不正 隔正他們 好 稍後回來 Wallace跟我 第三節 期權Wallace 再加上選股 好 稍後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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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